嗨,我是瘦桃姐 今天要來分享神龍市長百草的故事喔 從以前十七時代的村民 平均數字都不到三十歲 阿爸,你不能死啊 這時候,神龍叔已經不真有名氣了 神龍叔叔,你可以叫我阿爸嗎? 當然沒有問題啊 這件事就給我神龍叔叔吧 再來神龍市的前往深山 去尋找救治的方法 嘴嘴,來喝一點水吧 啊,不好啊,這是大水 哎呀,我的眼睛不太對 咦,這是什麼臭啊? 啊,不管啦,先吃看看再說 嗯... 蛤,不怕 這樣就好起來了 不怕...這座山 南道就是傳說中的 救治之山嘛 我相信上面已經很多街友了 再來,它就前往救治之山的路中了 欸你,不要再過了喔 這不是你改來的地方嗎? 不行啊,我愛過去 這裡可以拿到這麼多求人的藥草 欸,那是什麼? 蛤? 哼,我這裡不會讓你們當有我求人耶 蛤,就是這裡嗎? 神龍叔就成功來到這裡 啊,不過... 啊啊啊啊啊 我的當啊 娘,小人感謝神龍叔的打招 也因為他的腹筋在好很多人耶 但也因為他經常吃太多藥草 轉背上自己的死命啊 啊,那台式神龍的 真是那個最佛草 啊啊